今天全世界都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局面 既有地緣的政治 也有出現近乎戰爭的局面 所以各地的金融市場受到衝擊無可避免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當然也不可以置身事外 不過最重要是我們金融的穩定 和市場的監督 這兩個這麼重要的部分 都沒有受到近日這些股市波動的影響 我們仍然是金融很穩定 我們的港元也很穩定 我們的市場監督透過證監會 和香港聯合交易所也很穩定